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Vivo X20全面屏手机 Vivo 冯潇婷 国足队长 人很好 我们休息的时候还专程过去跟我握了握手 很感动 我跟谁都握了 我跟谁都握了 都握了 好 我挤得死你 了解足球的朋友都知道 国足以前最害怕遇到哪个队 韩国队 冯潇婷以前在韩国集训过 回国之后带领着我们的国足 多次打败了韩国队 这是人的功劳 这全靠冯潇婷 全靠他把我们国足的先进理念和技战术 还有那个脚法 推广到了韩国 哈喽 大家好 占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伊伊 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 通过不节食 不运动 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 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 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 在不节食 不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如果你要想减肥 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请加我微信 AC119876 再重复一遍哦 微信 AC119876 现在评价伊伊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 伊伊为您男生定制的减肥计划 小小苗 这个那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啊 当然啊 小婷啊 这个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在挤兑国足 全国13亿人嘛 挤兑你们的 大概也就是9亿人吧 剩下的4亿人都在干嘛呢 剩下的4亿人 在用4亿人都在听的喜马拉雅APP 听书听课听段子 来学习怎么解决 其实啊 说真的小婷 我打心眼里 还是非常热爱国足的 我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国足 下一次真的再打进世界杯了 没有再 如果你们打进世界杯了 我肯定还会去看 还会在家里约上一帮朋友 一起看 我还会邀请你 冯小婷 你一定得来 跟我们一起见证啊 谢谢大家 我是张腾月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我还会邀请你 哎呀 接下来要上场呢 我的挚爱林丹 提到林丹 是不是绕不开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叫李宗伟 对不对 哇 两个人相爱相杀15年 39场的巅峰对决啊 本来我们担心 林丹来到这个节目 发挥不好 我们曾经想过 把李宗伟请来 坐在他的对面 让他一抬眼 就能看到李宗伟 这样他的实力 就能百分之百的 发挥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想法 告诉林丹 林丹告诉我们说 不用 真的不用 心里有他 了 跟李宗伟 去..." 感谢观看